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平常所碰到的状况之下 坡前进的时候坡型不会改变 所以实线的坡然后呢往前走就变成虚线那个坡的样子 那个形状没有发生改变 碰到反射的时候如果是直线障碍物 我们的坡型也不会变 这件事情对现在来讲不太重要 不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讨论这个坡型的问题 我们都会自动假设它坡型不会变 然后做所有的事情 等一下解题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坡型没有改变来做解题的 所以就这样知道就可以了 就是跟各位介绍一下坡动的状况 刚刚跟你讲了说我们在坡在前进的时候 坡型没有改变 然后我们又跟各位讲说 坡传递能量不传递介质 介质只在原地上下运动而已 于似乎就有个问题 就是问你我们的介质怎么运动的 我们的判断方式有两种 一种叫做照苗 照苗 我们从实线向右边前进 然后就画这个虚线 因为坡型没有改变所以画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然后你就会发现 我这个B点要从实线变成虚线 它就要怎样往下 所以B的运动方向是向下 C的实线要变成虚线要往上动 所以C的运动方向是向上 所以我就知道谁往下谁往上 就是一个就是刚刚讲照苗 坡型没有变 往前进方向移动一点点 完全一样照化 然后就看它从这个变成那个 要向上还向下 方法一 方法二就是所谓的看后面 看后面什么意思呢 这个坡现在是朝右边走 右边走就是往前走 所以我们的左边就是后面 所以呢B的左边后面在下方 所以B点是向下 C的后面是上方 所以C的是向上运动 所以B朝下运动 C朝上运动 这就是我们判断的方式 所以我们判断借质运动的方向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往前进方向照苗 完全一样 坡型没有变 照化一个 然后看它从A状况变到B状况 是应该朝上还朝下 第二个方法就是要看后面 往右走 左边是后面 看左边是上方还下方 就是要向上还向下 所以就是我们有两个方法判断 一个叫做照苗 一个叫做那个看后面 那我们有个可爱的A点 你可以看到A点这里后面是平的 所以表示没有动 那从实线变虚线还是原来的位置也没有动 所以A叫做不动 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B是朝下 C则C呢是朝上 就可以判断出方式 这就是我们用来判断考试题目考 画一个坡往哪边动 然后问你某一个借持的运动方向 那我如何判断方法一照苗 往前进方向画一个完全一样的 方法二就是看后面 看后面 看后面 看后面在哪里 就是往哪边运动 我们有这两个方法可以解决 了解吗 OK吗 OK